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沙利沃斯曲面展評篇 那雖然呢,這是一個曲面的建模裡面的一個指令 但是我們會使用在板金的展開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做板金建模的時候呢 有些板金可能形狀是比較複雜的 有可能你在展開的時候會出現錯誤,或是沒有辦法去展開 那這時候呢,我們就可以運用曲面展評這個指令呢 把它展開來 它是屬於一個大絕招,是沒有展不開的板金的 只要我們有心去做呢,一定做得出來 那曲面的展評呢,就是運用在這一塊 絕對是可以把它展開來的 那這裡呢,還會運用到其他的方式 像是一些曲面的本體 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製程呢 也可以把它展評開來做其他的運用 那這裡要怎麼做,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呢,我們如果沒有使用過曲面展評這個指令 那也許你是找不到這個指令到底在哪裡的 那這裡呢,我們可以從上方列的曲面這裡呢,可以看到它 那這裡你有可能呢,是使用了工具的自訂 自訂點開來之後呢,在這個地方按下右鍵的顯示標籤 好,可以看到它 那也許說你打開之後呢,還是沒有看到這個指令 那你從上方列的插入的曲面 好,裡面也沒有看到這個曲面展評的指令 那我們要怎麼把它叫出來呢 好,那就是一樣進入了自訂 自訂裡面有一個指令 指令點開來之後呢,我們在裡面找到一個表面或是曲面 把它點開來之後,我們看到這個圖示 它就是曲面展評的指令 那這裡呢,我們按下左鍵把它往上拉動 就可以把它新增這個指令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它了 這個地方呢,我們需要有一個曲面的本體呢 它這個指令才會顯示出來 如果是實體的話,它還是沒有辦法去做的 好,那這裡呢,我們預設沒有做的時候呢 它是沒有辦法去選擇的 那像這裡,假設我現在有一個曲面的本體 假設這樣子,我預設已經先把它做好 好,像這樣子的一個曲面本體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裡呢 曲面展評呢,這個指令就顯示出來 我們就可以去點選它 好,那這裡讓大家先嘗試到這裡囉 接下來呢,來做板金的輔助示範 那這裡呢,先預先找了一個板金 那這個呢,是使用板金建模所做出來的 所以呢,它其實是可以展評的 那這邊呢,我就拿它來做示範 好,假設說你遇到的類似 這種板金建模,那是需要展開 卻展不開的呢 我們就可以運用這個方式把它做出來 好,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裡呢,首先呢 我們要做一個曲面展評的時候 特別是運用在板金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運用兩個指令 第一個呢,是偏移曲面 第二個呢,是板金的一個展開 那這邊因為是用偏移曲面的話 就變成是曲面的展開 好,曲面展評 好,這個指令 那這裡呢,我們用偏移曲面的時候呢 是偏移一個零 好,就是把這個地方呢 給它參考出來 那這邊呢,我預先先做好 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子,偏移一個這樣一個零的一個 外形出來 那這裡呢,我讓原本的板金呢 隱藏起來 會比較清楚一點 像這樣子 是一個曲面本體 好,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邊它的厚度是零 是沒有厚度的 好,那這裡呢 就是輔助我們把它做一個 展開的動作 那這裡我們就進入了 曲面展評呢 好,就可以把它展開來 好,那這裡呢 我讓大家看一下 我進入編輯特徵 進來之後呢 我們先點選了這個曲面的 剛剛偏移的一個曲面本體呢 點選完之後呢 我們進入曲面展評的指令 進來之後呢 它這裡會要你選擇一個 點或是邊線 那選點或選邊線都可以 這邊讓大家去嘗試 好,那點選完之後呢 它這邊預設呢 就會把這個顯示出來 你如果有把它打勾的話 這邊就會預覽看出來 好,那基本上這樣子 就很輕鬆可以把它完成了 好,當然要看你的物件 以及曲面的一些曲線等等的 時間會有不一樣的 那如果我們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按打勾 它就會把它顯示出來 好,像這樣的形式呢 就把這個曲面呢 給它展平開來 那這樣子就可以輔助說 我們如果板金展不開的時候 運用這種方式呢 就可以把它展開來 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 跟參考一下囉 接下來呢 要做曲面本體的示範 那這裡呢 預先先做出了一個 這樣的不規則的一個曲面出來 那它呢 是一個曲面本體 是沒有一個厚度的 那這裡呢 來示範一下 曲面展平呢 是怎麼做出來的 那我們就直接 進入這個 曲面展平的指令 那這裡你可以預先先選擇 這個曲面本體 或進來再選擇都可以 好,那這裡我直接進入這個指令 進來之後呢 我選取這個本體 選完之後 第二個 它會要你選擇一個 一開始的一個點 或是邊線 那前面呢 在板金的時候 示範的是選擇點 那這裡我選擇邊線 看能不能做 好,其實它都是可以做的 點選完之後呢 它就會直接 好,運用我們給它的指令呢 做一個曲面的展平動作 那這裡精準度呢 你可以去調整它的高低 好,那細節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那我們做完之後呢 我們按打勾 它就會把它做出來了 那做的時候呢 它原本的曲面本體 是不會去動它的 它等於是另外新增了一個曲面本體 那另外的這個曲面本體呢 就是參考了我們給它的這個本體 好,做一個曲面的展平動作 好,所以 它這個展平呢 其實是一個平面的 我們可以在上面畫草圖 或正式於它 好,給各位看一下 好,進來畫草圖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所以它呢 是真的是被展平開來 是一個平面 好,那所以我們就已經變成了曲面 本來是一個曲面 不規則的曲面 喔,被展平開來 那這邊呢 會有其他的用度 好,那這裡呢 讓大家去了解 跟嘗試它囉 接下來呢 我來做一個曲面分割的示範 那這裡呢 我先拿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外型公仔呢 來做示範 那這裡呢 我先讓它有一個參考的曲面 那這裡呢 偏移曲面 我給它的距離是0 假設我要做的是這個身體的部分 我直接按打勾 那這裡呢 我讓實體給它隱藏起來 我先 預留了這個曲面本體 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子 這樣的一個形式 那這裡呢 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呢 去畫一些 我要切割的線 假設是這樣子 我畫出來給各位看一下 假設我從中間把它剝開來 畫完之後呢 我們結束草圖 那這裡呢 我們要做的呢 這邊就是做一個分割線 進入分割線之後 我選擇的面呢 是這個參考的曲面的面 做完之後 我們看到這裡被分割成兩半 那這裡呢 當然你也可以再繼續去分割它 因為這邊可能在延展性的時候 並不會那麼的真實 那這邊 那我就以這樣來做示範 那如果你還有需要再分割的 你就繼續把它割下去 那這裡分割的用意是什麼呢 就是要輔助我們 在曲面展平的時候呢 會更容易一點 因為有時候 像這種外型的話 假設是一個圓的話 是沒有辦法做曲面展平的 它會有一些地方呢 會有干涉的 所以我們運用了這樣的分割線 它就會變成 會被分割開來 我直接示範給各位看一下 進入曲面展平 我選擇這個面 那這裡呢 我選擇這一個點 做一個曲面展平的動作 讓各位看一下 那這裡我會做得比較快一點 因為這邊呢 做法都跟前面一樣 那做完之後我直接按打勾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右半邊呢 這個曲面被我們展平開來 是這個形式 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邊可能在分割開來呢 展平的時候 我們在做 假設是在做一些布置布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這裡呢 我再做一次 做另一邊 左邊的展平 一樣 選擇這個點 那選完之後呢 我直接按打勾 那這邊 做起來都是一樣的 基本上 左邊跟右邊 所展開來 應該會是一樣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對稱的物件 那這邊呢 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用這種方式 當然這邊 我們可以繼續做分割 分割完之後呢 它就會把這個曲面呢 我們在選擇的時候 它就會分開來 去做展開的動作 好 這樣我們在展開的時候 就會更順利一點 好 這邊讓大家去嘗試跟參考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關於曲面展平 好 那這邊除了運用在板金有時候 沒有辦法做展開的時候呢 一個輔助 好 另外我們在曲面本體 也可以運用這種方式呢 把曲面給它展平開來 那透過剛剛所介紹的曲面分割呢 可以讓它展開的時候 是更容易一點 好 那這邊呢 就是運用在一個 所製作布置布的一個娃娃的時候呢 運用了沙利沃斯來輔助 設計這一個版型 然後呢 讓它一筆一列印出來呢 好 讓它去做一個 布的一個切割 切割完之後 再把它縫在一起 好 就變成一隻娃娃了 所以呢 我們在這種 布置布的娃娃 也可以透過沙利沃斯來設計 設計完之後 運用曲面展平 好 這種方式 輔助它設計出來 然後做出這樣的一個外型出來 好 其實也是非常方便的 好 那這邊可能運用的時候呢 是比較少人會 使用這種方式的 那這個地方 有時候也會運用在 球鞋的設計 好 像球鞋的時候也可以 做這種形式 用曲面展平呢 來做一個輔助 把它做出來 好 那這個方法其實是非常棒的 那這邊我們有發現說 這個指令呢 我們也沒有畫任何草圖 只是點點一些 給它一些參數 就只是很簡單的點選而已 不會太困難的 也蠻好入門的 那這邊呢 就是提供一個方式 給大家做參考 其實沙利沃斯呢 它可以運用的地方 是非常廣泛的 就看你怎麼去想它 怎麼去使用它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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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